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股票的情况 美股反弹受阻 分析师认为美股或将遭遇可怕的9月 美国股市强劲反弹 将标普500指数推高到30年来最佳的8月份 但好景不长 美股即将进入史上波动最剧烈的两个月 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定将加剧市场动荡的可能性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 并严重冲击经济 投资者信心遭到重创 继2月份创下历史新高以后 美国股市3月份巨幅震荡下行 几次触发熔断机制 快速跌入熊市 美股自3月低点以来实现历史性反弹 截至目前 标普500指数接近令时高点 今年到现在为止上涨了6% 其中7月初以来上涨了将近12% 华尔街基金经理和策略师表示 随着机构投资者从暑假返回 并重新关注明年的潜在经济隐患 近两日美股下跌 可能预示着未来两个月的动荡 纽约百人抗议活动变骚乱 两名警察受伤 8人被捕 当地时间9月4日 上百人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为黑人丹尼尔普鲁德的死亡事件进行抗议 抗议活动中 有两名警察受伤 8人被捕 普鲁德3月遭警察执法后窒息死亡 但最近该事件才被曝光 9月3日晚间 罗切斯特市长洛夫利沃伦宣布 参与逮捕丹尼尔普鲁德的7名警员将被立即停职 根据公务员法律 他们将被停薪留职 新冠肺炎成美国第二大死因 美国中西部多州病例激增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 目前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累计超过62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8.7万例 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4日发布报告指出 新冠肺炎已超过癌症 成为美国第二大死因 排名仅次于心脏病 美国于9月4日迎来劳工节长周末 专家担心 随着出行增加 秋季降温 以及流感季节临近 新冠肺炎疫情或再次出现反弹 虽然美国的新增病例已连续6周下降 但中西部地区病例激增 爱欧瓦州 北达克塔州和南达克塔州 新冠检测阳性率均超过20% 为全美最高水平 川普考虑将中国最大的芯片企业 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 路透社4日 引用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消息称 川普政府正考虑 是否将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列入贸易黑名单 报道引用五角大楼一位女发言人 消息称 美国国防部正与其他机构合作 以确定是否对该公司采取行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 经济复苏耗时漫长 低利率时间将以年纪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对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做出积极回应 但重申 经济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利率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 美国八月份劳动力市场连续第四个月反弹 失业率下降近两个百分点 达8.4% 就业人口增加137万 各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状况都好转 各行业就业普遍增加 其他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制造业创2018年末以来最高增速 消费支出7月份降温 鲍威尔认为 利率未来多年将保持低位 较低的利率将支持经济活动 利率会长期持续 时间将以年为单位 美研究机构称 今年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达40亿万 美国华盛顿大学 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 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模型 预测结果显示 到2021年1月1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可能达到40亿万例 该机构3日更新预测 由于季节性因素 以及公众对新冠疫情警惕性下降等 美国今年12月单日新增死亡病例 可能多达近3000例 到明年1月1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 可能达到41万例 这意味着 从目前到今年年底 还将增加约22.5万例死亡病例 美国联邦债务将超过经济总量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警告说 自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以来 今年政府的预算赤字占经济的比重将达到最大 明年联邦债务预计将首次超过美国经济总量 并在几年之内实现新的记录 11名大学新生因违反抗疫规定被退学 3.5万美元学费不退 据商业内幕报道 有11名美国东北大学一年级学生 因违反大学的新冠肺炎防疫规定而被退学 原因是校方认为学生们不顾规定聚会 并且在密闭房间内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执行社交距离 大学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说 学生们被告知他们在秋季学期 不再属于东北社区 他们有权在紧急听证会上 对退学处理提出异议